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暂时的 情绪、思想、人事和风景 我们不能跟随我们的情绪来操作我们的生活 要生活得好 我们需要遵循真理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情绪会不时地变化 但真理从来没有改变 它是我们的标准点 在美好的一天或在不好的一天 它造成我们有好心情或是不好心情 当我们的情绪不稳定时 它会压制我们的智力 那么我们如何做出明智的决定呢 即使我们传播爱心和自由 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真理行事 真理是人类智慧和生活经验的积累 宗旨在建立自己以及建立别人 真理不仅照顾自己的利益 也照顾到同胞的利益 真理不仅要顾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要顾到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 情绪不表示是真理 不是因为我们有情绪 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把它全部变成为现实 我们都有感觉 有时我们需要表达出来 但它应该是以自我控制的模式表达出来 不要跟从我们的情绪的原因 是我们的情绪不断的变化 它不能用作我们的行为标准点 真理告诉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日常生活 它教导我们人类良好的品德 真理包括有正义 但是当我们有情绪牵涉在其中的时候 就会变成不正义 真理是我们的自然规律和道德规律 遵守这些法律将保证人类在地球上有美好生活 真理也包括我们的心灵指导 建立我们看不见的内在人 也与看不见的上帝联系 人们只会处理人肉体的事 人们只会依靠自己的计划和策略 越多的人思考自己的事 他们就越会有恐惧和担心 我们通常会把情绪留在头脑中 我们的情感指导我们的行动来处理日常情况 我们可能是我们思想的主人 但我们仍然是我们情绪的独立 好消息是真理可以让我们摆脱情绪的监狱 我们作为人类倾向于选择容易 懒惰或快捷的路径去做事情 如果我们跟从我们的情绪 我们将很容易走上性出轨 误会 恶语和贪财的道路 经常会发生愤怒 恶意 诽谤 贪婪 自私 羡慕 嫉妒和疯狂的事 相反地 真理教我们人爱 喜恶 和平 忍耐 恩赐 良善 信实 温柔和节制 我们都是不同的人 我们都有不同的情绪 需要学会掌握我们的情绪 我们都可以在真理的原则下 表达我们的情绪 人与世都会刺激我们 我们需要真理的原则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的负担是暂时的 但我们的情绪会使负担持续更长的时间 如果我们知道生命真理 我们可以轻松地把这些问题放下来 它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可能在我们身体里面有愤怒 酗酒 赌博 暴力 同性恋的基因 我们常认为这是神使我们变成这样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表现出我们的这种个性 但这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如果我们的个性违反真理 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纠正它 使每个人的生活更美好 人类没创造真理 我们只是接受真理 如果我们没有绝对的神 就没有绝对的真理 一旦我们有了真理 就要用爱来完成真理 一旦学会掌握我们的情绪 让真理引导我们走过我们的生活之旅 我们的身体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物质作品 我们的理性可以学习各种世俗的知识 我们的心灵可以理解各种的智慧 靠自己身体的力量来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很难取胜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心灵力量的帮助 上帝的话不仅是教我们智慧 而且还赋予我们力量 依靠圣灵带领 我们可以达到真理的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